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连 黑炫讽探学就柴进 诗曰 奉此罚罪好天兵 主将须将正道行 自为魔君能破敌 岂知正法更专精 行人柴进还存命 无得高连早丧生 是把兴王重剪点 西风骚首不生情 话说当下罗真人道 弟子 你往日学的法术 却与高连的一般 无尽传授欲辱 无类天罡正法 以此而行 可救宋江 包国安民替天行道 修备人欲所负 悟了大事 转经从前学道之心 你的老母 我自使人早晚看事 悟得忧念 如应上界天贤性 以此荣辱去助宋功名 无有八个字 如当记取 修得林漆有误 罗真人说那八个字 道是 逢忧而止 欲变而还 公孙圣拜授了绝法 便和戴宗李奎三人 拜辞了罗真人 别了重盗瓣下山 归到家中 收拾了道一 宝剑二口 并铁官如意等物了当 拜辞了老母 离山上路 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 戴宗道 小可先去报之哥哥 先生和李奎 大路上来 却得再来相接 公孙圣道 正好 贤弟先往报之 无意攒行来也 戴宗吩咐李奎道 一路小心服侍先生 但有些差池 叫你受苦 李奎答道 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 我如何敢清满了他 戴宗拴上甲马 做起神行法来 欲先去了 却说公孙圣和李奎两个 离了二仙山九宫县 去大路而行 到晚寻殿安歇 李奎惧怕罗真人法术 十分小心服侍公孙圣 哪里敢使性 两个行了三日 到来一个去处 地名换作武冈镇 这间皆是人烟凑极 公孙圣道 这两日 一路走得困倦 买碗素酒素面 吃了行 李奎道 也好 却见 意到旁边一个小酒店 两人入来店里坐下 公孙圣坐了上手 李奎解了腰包 下手坐了 叫过卖一面打酒 就安排些素赚来与二人吃 公孙圣道 你这里有身素点心卖 过卖道 我店里只卖酒肉 没有素点心 市口人家 有枣膏卖 李奎道 我去买些来 便去包内取了铜钱 镜头市镇上来 买了一包枣膏 绿带回来 只听得路旁侧手 有人喝采道 好气力 李奎看时 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 把铁瓜锤在那里使 众人看了 喝采他 李奎看的大汉石 七尺以上身材 面皮有麻 鼻子上一条大路 李奎看的铁锤石 约有三十来斤 那汉石的发了 一刮锤正打在鸭接石上 把那石头打得粉碎 众人喝采 李奎忍不住 便把枣膏揣在怀中 便来拿那铁锤 那汉喝道 你是什么鸟人 敢来拿我的锤 李奎道 你使的什么鸟好 叫众人喝采 看了到屋眼 你看老爷使一回 叫众人看 那汉道 我介于你 你若使不动时 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 李奎接过刮锤 如弄蛋丸一般 使了一回 轻轻放下 面又不红 心头不跳 口内不喘 那汉看了 倒身便败 说道 愿求哥哥大名 李奎道 你家在哪里住 那汉道 只在前面便是 引了李奎到一个锁在 紧一把锁锁着门 那汉把钥匙开了门 请李奎到里面坐地 李奎看他屋里都是铁针铁锤 火炉 钱凿家伙 寻思道 这人必是个打铁匙匠人 山寨里正用得着 何不叫他也去入伙 李奎又道 汉子 你通过姓名 叫我知道 那汉道 小人姓汤 明龙 父亲原是延安府 支债关来 因为打铁上遭记老虫 精略相公 仗钱续用 今年父亲在任亡故 小人贪赌 流落在江湖上 因此全在此间 打铁度日 入股 好使枪棒 卫士自家浑身有马点 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 敢问哥哥高姓大名 李奎道 我便是梁山坡好汉 黑旋风李奎 汤龙听了再拜道 多问哥哥威名 谁想今日偶然得遇 李奎道 你在这里几十得发迹 不如跟我上梁山坡入伙 叫你也做个头领 汤龙道 若得哥哥不气 肯代谢兄弟时 愿随鞭瞪 就拜李奎为兄 有四句诗 单提着汤龙好处 铜金铁骨身躯剑 卢也前垂美用功 原是延安支债后 金钱豹子是汤龙 当时李奎认汤龙为帝 汤龙道 我又无家人办当 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蛋酒 表结拜之意 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 李奎道 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 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 耽搁不得 只可如今便行 汤龙道 如何这般要紧 李奎道 你不知 宋公明哥哥 现今在高唐州 借手厮杀 只等我这师父 到来救影 汤龙道 这个师父是谁 李奎道 你且休问 快收拾了去 汤龙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 带上粘链 跨了扣腰刀 提条破刀 弃了家中破房旧屋 粗重家伙 跟了李奎 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盛 公孙盛埋怨道 李奎 你如何去了许多时 再来迟些 我以前回去了 李奎不敢作声回话 因过汤龙拜了公孙盛 被说结义一事 公孙盛见说 他是打铁出身 心中也喜 李奎取出枣糕 叫过买将去整理 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 吃了枣糕 算还了酒钱 李奎汤龙各杯上包裹 与公孙盛离了武冈镇 以礼往高唐州来 三个鱼鹿 三亭中走了二亭多路 那日早 却好迎着戴宗来接 公孙盛见了大喜 连忙问道 今日乡战如何 戴宗道 高连纳斯近日渐疮平复 每日的营兵来诺战 哥哥坚守不敢出敌 只等先生到来 公孙盛道 这个容易 李奎引着汤龙 拜见戴宗 说了背戏 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 离寨五里远 早有吕方郭胜 因一百余计军马迎接着 四人都上了马 一同到寨 宋江无用等出寨迎接 各失礼罢 摆了街风酒 须问健阔之情 请入中军帐内 众头领 一来做庆 李奎引过汤龙来 参见宋江无用 并众头领等 奖礼已罢 债中 且作庆贺言席 次日 中军帐上 宋江无用公孙盛 商议破高连一事 公孙盛道 主将传令 且拔债都起 看敌军如何 贫道自有屈处 当日宋江传令 各债一起 引军起身 直抵高唐州城侯 下债已定 自日早 五更造犯 军人都披挂一甲 宋公明 吴学鸠 公孙盛三计马 直到军前 摇起雷骨 呐喊筛罗 杀到城下来 再说 知府高连 在城中 箭窗已遇 隔夜小军来报之 宋江军马又到 早晨都披挂了衣甲 便开了城门 放下吊桥 将引三百神兵 并大小将校 出城迎敌 两军渐进 旗鼓相望 各百开阵势 两阵里 花枪驼骨雷 杂彩秀奇遥 宋江阵门开处 分十计马来雁赤般 摆开在两边 左手下武将 花容秦明 诸童 欧鹏 吕方 右手下武将是 林冲 孙丽 邓飞 马林 郭盛 中间三计马上 围头是主将 宋公明 怎生打扮 头顶欠红金 腰记 尸瞒带 紧征袍 大红贴背 水银窥彩 凤飞檐 抹绿靴 鞋踏宝凳 黄金甲 光动 龙林 喵金铁 随定 姿思边 锦安 肩 稳 衬 桃花 马 左边 纳 骂 马上 坐着的便是 梁山坡 掌握兵权军师 吴学鸠 怎生打扮 五名扇旗 传百语 九关金 巧 簇 乌纱 资罗袍 香 造 延边 致玉环 私 掏 树 定 符系 吻踏 葵花 凳 银安 不离 紫 思 江 两条铜 链挂 腰间 一记 青葱 出战场 右边 纳 记 马上 坐着的便是 梁山坡 掌握行兵 布阵 副军师 公孙 圣 怎生 打扮 新冠药日 神剑 飞霜 九霞衣服 绣春云 六甲 风雷 藏 宝掘 腰间 记 杂色 短 虚涛 背上旋 松文 古 定剑 穿一双 云头点翠 造巢靴 骑一匹 分踪昂首 黄花马 名标 瑞吉 玄 公柱 身裂 仙般 道航高 三个总军主将 三级马 出道阵前 看队阵 金谷齐鸣 门齐开处 也有二三十个军官 簇拥着高唐州之府高连 出在阵前 立马于门齐下 怎生结束 胆见 树发官 珍珠镶嵌 将红袍 锦绣 穿成 连环铠甲 耀黄金 既有心要来厮杀 既有心要来厮杀 定要分个胜败 建个输赢 走的不是好汉 宋江听罢 问一声 谁人出马 力斩此贼 小李广花容 挺枪越马 直至该心 高连见了 贺问道 谁与我 直取此贼去 那统治官队里 转出一员上将 换作薛元辉 使两口双刀 骑一匹猎马 飞出该心 来占花容 两个在阵前 斗了树河 花容拨回马 往本阵便走 薛元辉不知事迹 纵马五刀 尽力来赶 花容略带住了马 拈弓取剑 扭转身躯 指一剑 把薛元辉 头中脚轻 射下马去 两郡奇纳声喊 高连在马上见了 大怒 挤去马鞍前桥 取下那面巨兽铜牌 把剑去击 那里敲得三下 只见神兵队里 卷起一阵黄沙来 照得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寒声起出 豺狼虎豹怪兽独虫 就这黄沙内 卷浆出来 众军恰带兜走 公孙盛在马上 早撤出那一把 松文骨定剑来 指着敌军 口中念念有词 鹤声道 急 只见一道金光射去 那伙怪兽独虫 都就黄沙中乱纷纷 坠于阵前 众军人看时 却都是白纸简的虎豹走兽 黄沙 禁队荡散步起 宋江看了 鞭烧一指 大小三军一起 掩杀过去 但见人王马倒 旗鼓交横 高连几把神兵 退走入城 宋江军马赶到城下 城上集夜 起吊桥 闭上城门 雷幕炮石 如雨般 大江下来 宋江较且明金 收据军马下寨 整点人数 各获大胜 回仗称谢公孙先生 神功道德 随即赏落三军 此日 分兵四面围城 尽力攻打 公孙圣对宋江无用道 昨夜 虽是杀败敌军大半 眼见得那三百神兵 退入城中去了 若是今日攻击得紧 那斯今夜 必然来偷赢劫寨 今晚可收军一处 直至深夜 分去四面埋伏 这里须扎寨一诈 夜间 将众将只听霹雳响 看寨中火起 一起进兵 传令已了 当日公长制 未排十分 都收四面军兵还债 却在营中 大吹大雷饮酒 看看天色渐晚 众头领 暗暗分拨开去 四面埋伏已定 却说宋江无用公孙盛 花容秦明 吕方郭盛 上土坡等候 事业 高连果然点起三百神兵 背上各带铁葫芦 鱼内藏着硫磺 燕硝 烟火药料 各人拒职勾认铁扫帚 口内都闲炉绍 二更前后 大开城门放下吊桥 高连当先 驱领神兵前进 背后却带三千余计 奔杀前来 离寨渐进 高连再马上坐起腰法 却遭黑气冲天 狂风大坐 飞沙走石 拨土扬尘 三百神兵各取火种 去那葫芦口上点着 一声炉绍奇响 黑气中间火光照身 大刀阔斧 滚入寨里来 高腹处 公孙盛仗剑作法 就空寨中平地上 呱啦啦起个霹雳 三百神兵急待退步 只见那空寨中火起 光焰乱飞 上下通红 无路可出 四面浮兵骑赶 围定寨渣 黑处偏见 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 都被杀在寨里 高连急引了三十余计 奔走回城 背后一只军马追赶将来 乃是豹子头 临冲 看看赶上 急叫地放下吊桥 高连只带得八九计入城 其余竟被临冲和人连马 生擒活捉了去 高连进到城中 进点百姓上城守护 高连军马神兵 被宋江临冲 杀个禁绝 有失为证 虎略龙涛说宋江 高连神术更无双 一时杀戮无较累 不日开门 就纳降 此日 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 高连寻死 我数年学的术法 不想今日被他破了 此词如之奈何 只得使人去临近州府求救 积极修书二风 叫去东昌寇州 二处离此不远 这两个知府 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 叫星夜起兵来接应 拆了两个帐前都统制 激情书信 放开西门 杀江出来 投西夺路去了 众将却在去追赶 无用传令 且放他去 可以将计就计 宋江问道 军师如何作用 吴雪就到 城中兵威将寡 所以他去求救 我这里可是两只人马 乍坐旧应军兵 与路混战 高连必然开门驻站 城市一面取城 把高连引入小路 必然擒获 宋江听了大喜 令带宗回梁山坡 另取两只军马 分坐两路而来 且说高连 每夜在城中空阔处 堆积柴草 敬天界放火为号 城上 只望旧兵到来 过了数日 收成军兵望见 宋江阵中不战自乱 急忙报之 高连听了 连忙披挂上城 只见两路人马 战尘必日 寒沙连天 冲奔前来 四面围城军马 四散奔走 高连之士 两路旧军到了 进店再城军马 大开城门 分头掩杀出去 且说高连撞到 宋江阵前 看见宋江 引着花蓉秦明 三技马 往小路而走 高连引了人马 急去追赶 急听得山坡后 连珠炮响 心中疑惑 便收转人马回来 两边罗响 左手下吕方 右手下郭胜 各引五百人马 冲江出来 高连急夺路走时 布下军马 折其大半 奔走脱得该心时 望见城上 已都是梁山坡 齐号 居然再看 无一处是旧应军马 只得引着些败族残兵 投山辟小路而走 行不到实力之外 山背后撞出一标人马 当先拥出 并遇持孙力 拦住去路 力声高叫 我等你多时 好好下马受负 高连引军便回 背后早有一标人马 劫住去路 当先马上 却是美燃宫诸铜 两头家宫将来 四面劫了去路 高连便弃了坐下马 便走上山 四下里步军一起赶上山去 高连荒芒口中念念有词 和声道 齐 甲一片黑云 冉冉腾空直上山顶 只见山坡边 转出公孙盛来 剑了便把剑在马上 望空坐用 口中也念念有词 和声道 齐 把剑望空一指 只见高连从云中倒撞下来 侧手抢过插翅虎雷横 一波刀把高连挥作两段 可怜 半世英雄汉 化作南科 梦里人 有诗为证 五马诸侯贵妃卿 自将妖术弄魔兵 到头南敌公孙盛 只是阴灵 一命轻 且说雷行提了首级 都下山来 先使人去非报主帅 宋将一只杀了高连 收军进高唐州城内 先传下将令 休得伤害百姓 一面出榜安民 秋毫无犯 且去大牢中 救出柴大官人来 那时当劳节级 压育镜子 已都走了 只有三五十个罪囚 尽数开了枷锁释放 树中只不见柴大官人 一个 宋将心中忧闷 寻到一处监房内 却监着柴皇城 一家老小 又一座牢内 监着苍州提桌道 柴进一家老小 同监在彼 为是连日厮杀 未曾取问发落 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 无学纠教 换及高唐州 压育镜子 根问时 树内有一个禀道 小人是当劳节级 令人 前日蒙知府高连所为 转移牢固坚守柴进 不得有失 又吩咐道 但有吉凶 你可便下手 三日之前 知府高连要去柴进 出来施行 小人未见本人是个好男子 不忍下手 只推到本人病治八分 不必下手 后有催病的紧 小人回称柴进已死 因是连日厮杀 知府不闲 却差人下来看事 小人恐见罪责 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 开了枷锁 推放里面躲避 如今不知存亡 宋江听了 慌忙着令人引入 直到后劳枯井边望时 剑里面黑洞洞的 不知多少深浅 上面叫石 纳德人应 把锁子放下去探石 约有八九丈深 宋江道 柴大官人 眼见得多是磨了 宋江垂泪 无学就到 主帅且休烦恼 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 便见又无 说由未了 转过黑旋风里 回来 大叫道 等我下去 宋江道 正好 当初也是你送了他 今日正一爆本 李逵笑道 我下去不怕 你们莫要割断了绳锁 无学就到 你去也推奸滑 携取一个大灭锁 把锁子抓了 机场锁头 扎起一个架子 把锁抓在上面 李逵拖得赤条条的 手拿两把板斧 坐在锣里 却放下井里去 锁上副两个铜铃 渐渐放到底下 李逵却从锣里爬江出来 去井底下摸石 摸着一堆 却是骸骨 李逵道 爷娘 是鸟东西在这里 又去这边摸石 底下湿漉漉的 没下脚处 李逵把双斧 拔放锣里 两手去摸底下 四边却宽 一摸摸着一个人 坐一堆 蹲在水坑里 李逵叫一声 柴大官人 哪里见洞 把手去摸石 只觉口内微微生患 李逵道 血添涕 嫩得石还有救星 随即爬在锣里 摇动统领 众人扯江上来 李逵说下面的事 宋江道 你可再下去 先把柴大官人放在锣里 先发上来 却再放锣下来娶你 李逵道 哥哥哥不知 我去济州找了两道 金凡修装第三遍 宋江笑道 我如何肯弄你 你快下去 李逵指得再坐锣里 又下井去 倒在底下 李逵爬江出锣去 去把柴大官人抱在锣里 摇动锁上铜铃 上面听得 早扯起来到上面 众人看了大喜 宋江见柴近 头破额裂 两腿皮肉打烂 眼目掠开右臂 宋江心中甚是凄惨 叫请衣事调治 李逵却在井底下 发喊大叫 宋江听得 急叫把锣放江下去 取他上来 李逵道的上面 发作道 你们也不是好人 便不把锣放下去救我 宋江道 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 因此忘了你 休怪 宋江就令众人 把柴近 扛扶上车睡了 先把两家老小 并夺转许多家财 共有二十余辆车子 叫李逵雷衡 先护送上梁山坡去 去把高连一家老小 梁剑三四十口 处斩于世 再把应有的家司 并俯库财帛 苍翱两米 尽数装在上山 大小将校 离了高堂州得胜 回梁山坡 锁过州县 秋毫无犯 边敲金凳响 齐唱凯歌回 在路已经数日 回到大寨 柴近伏并起来 称谢朝宋二公 并重头领 朝盖叫请柴大官人 就山顶宋公明歇索 另建一所房子 与柴近并家眷安歇 朝盖宋江等众 接大喜 自高堂州回来 又天德柴近 汤龙两个头领 且作庆贺言席 不在话下 再说东昌寇州两处 一只高堂州杀了高连 失陷了城池 只得写表 差人伸奏朝廷 又有高堂州逃难官员 兜道经师 说之真实 高太尉听了 知道杀死他兄弟高连 此日武庚 在带露院中 专等景阳中响 百官各具功夫 直临丹池 伺候朝剑 道君皇帝涉朝 正是 鸡鸣子墨 曙光寒 英传黄州 春色蓝 金雀小钟 开万户 欲接仙杖 列千冠 花迎剑佩 星出落 柳福荆旗 鹿未干 独有凤凰 池上课 阳春一曲 鹤皆难 当日武庚三点 道君皇帝升殿 静边三下响 文武两班旗 天子驾坐 殿头观鹤道 有事出班起奏 无事卷连退朝 高太尉出班奏曰 今有几州 梁山坡贼首 朝盖宋江 累造大鳄 打劫城池 强掳苍鸣 聚集凶徒恶党 现在几州杀害官军 闹了江州 无为军 今有将高唐州官民 杀戮一空 苍鸣库葬 尽被掳去 此事心腹大患 若不早行 诸禄剿除 他日养成贼士 甚于北边强弩敌国 为臣不声黄聚 扶起我皇圣段 天子闻奏大惊 随即降下圣旨 就为高太尉 选将调兵 前去脚补 勿要扫清水泼 杀绝种类 高太尉又奏道 两此草寇 不必兴举大兵 陈宝一人 可去收复 天子道 轻若举用 必无差错 急令起行 非劫报功 加官赐赏 高谦任用 高太尉未奏道 此人乃开国之处 河东名将 呼颜赞 敌派子孙 单名呼个拙子 使两条铜鞭 由万夫不当之勇 现受汝宁郡都统治 手下独有精兵勇将 臣宝举此人 可以征脚梁山坡 可受兵马指挥时 领马步精锐军士 刻日扫清山寨 班师还朝 天子准奏 降下圣旨 着书密院 即便差人鸡翅 前往汝宁州 兴夜宣取 当日朝霸 高太尉就于率府 着书密院 拨一员军官 激请圣旨 前去宣取 当日起行 现时定日 要呼颜赞 赴经听命 却说呼颜赞在 汝宁州 统军司作牙 听得门人报道 由圣旨 特来宣取将军赴经 有伪用的事 呼颜赞与本州官员 出国营接到统军司 开读以罢 设言管代使臣 火机收拾了 头盔衣甲 安马器械 代引三四十丛人 一同使命 离了汝宁州 兴夜赴经 鱼路无话 遭到京师城内 殿司府前下马 来见高太尉 当日高求正在 殿帅府作牙 门力报道 汝宁州 寻到胡颜赞 陷在门外 高太尉大喜 叫换进来参见了 看那胡颜赞 一表飞俗 正是 开国公臣后裔 先朝梁将玄孙 家传边法最通神 英武冠 经战阵 仗剑能探虎学 弯弓解射雕群 将军出世 定乾坤 忽颜拙 威名大阵 当下高太尉 问位已毙 与了赏赐 赐日早朝 引见道君皇帝 徽宗天子 看了忽颜赞 一表飞俗 喜动天眼 就赐 踢血乌锥一匹 纳玛浑身 黑定似血 似体血练戒白 因此名为 踢血乌锥马 日行千里 圣旨赐予忽颜拙 骑坐 忽颜拙就谢恩以罢 随高太尉 再到殿帅府 商议起军 脚补梁山坡一事 忽颜拙禀复 恩相 小人观探梁山坡 兵多将广 武艺高强 不可轻敌小叙 小人起保二将为先锋 同提军马倒比 必获大功 若是误举 甘当重罪 高太尉未听罢大喜 问道 将军缩保谁人 可谓前部先锋 不争忽颜拙 举宝此二将 又分教 丸子城重天雨意 梁山坡大破 官军 且叫功名卫上 灵烟阁 身体先灯 举一听 毕竟忽颜拙 对高太尉 保出谁来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